父子俩和他们的驴 一大早,有父子俩赶着一头驴到附近的市场上去卖。 瞧啊,路边的一个小姑娘说,有驴不骑,多傻呀。 老头听见了,立刻叫儿子骑到驴上去,自己高高兴兴的跟着走。 不一会儿,他们走到了一群老人跟前。 一个老人手指着这父子俩对旁边的人说, 嘿,这可以证明我刚才说的话不错。 现在的年轻人,一点也不关心老人。 你们看,那个蓝小子,自己骑着驴,倒叫他爸爸跟着走,真是太不像话了。 老头听见了这话,就叫儿子下来,自己骑到驴上去。 他们向前走了没多远,又遇见了一群妇女。 哎,你这老人家可真懒,自己骑着驴,倒叫孩子跟着跑,别累坏了孩子啊。 那个老头听见了,就又连忙让儿子也坐到驴子上来。 哟,路边又有人说话了,这两个人,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驴子。 两个人骑一头驴子,不把驴子压死才怪呢。 父子俩一听见这话,就立刻从驴背上跳了下来。 骑也不是,不起也不是。 于是,他们就拿绳子把驴捆了起来,抬着往前走。 市场上的人见了,说,多稀奇啊,这头驴要人抬着走,一定是有病的,谁要买一头病驴呢? 父子俩听了,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。 把驴子说得正好。 我带过来的行动。 呼唤,我们是在这边。 但是,我们现在还没有带过来。 感谢观看